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这个回档 美股的拉回是什么 是因为市场担心这个鲍尔的发表会比较偏鹰派 因为在一礼拜前 两个礼拜前 FED的官员都拼命重申要升习的决心 所以大家担心 本来反弹上来 大家想应该是9月份升两码就好了 这两个礼拜FED的官员的谈话 大家觉得看起来要升三码了 所以美股也拉回 我昨天不是给各位看了那个线图吗 道琼拉回来半年线 对不对 那昨天报还没发表演说 就开始涨了 当媒体是说 大家认为最坏情况也就这样了 因为股市已经领先回档了 甚至一些公司发布了获利预警 获利不如预喜 股价反弹了 大涨了 所以这也是带领了 昨天的科技股和费城半导体的反弹 昨天非常半导体涨幅最多 再来就是科技股 道琼会涨 四大指数都收红 台北股市呢 起伏夜盘也涨了100多点 那今天收盘涨78点 不过今天还不错的是 成交量来到2000亿以上 那所以在前几天 还在记得在这个礼拜一礼拜二吧 对不对 在礼拜天晚上我的大事业化 因为当天美股是回档的 所以我说我逢回我要买股票 应该给我还记得 如果有认真看我大事业化的话 对不对 礼拜天因为礼拜五美国跌 我可能要买股票 那礼拜一我说我没买 为什么没买 因为美股电子盘还在跌税 能预期礼拜一晚上的美股 还要回档 所以按理说 我礼拜二可以买到更好的位置 对不对 所以我礼拜二才出手 当时我礼拜一在节目里面公开说 而我礼拜二也在节目里面说 我每一组会员都买了股票 在礼拜二大买股票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因为前一天晚上 礼拜一道琼跌了600多点 你说老师这个理由好怪 其实就是这样 我不趁美国大跌的时候 我怎么捡得到便宜货呢 各位看一下 礼拜二在哪里 礼拜二在这里 对不对 今天礼拜五了嘛 礼拜二在这里 我说这一天大买股票 对还是不对 当天美国是 当前一天晚上美国是中错了 就后来美国中错的时候 就开始反弹了 老师 哇这个实在是很难做到 其实这就是股市的操盘 就像我说的 操盘手的逻辑 赢家的逻辑 为什么在市场上 赢家总是少数人呢 因为你总会跟着消息起舞 好消息就很想买股票 看到美国大涨 很怕自己的股票涨了 很怕行情就上来了 就盘中呢 早盘开高就拼命买股票 对不对 看到美国跌 想到哎呀 哥 未来可能又要再跌了 消息 坏消息出来 没有坏消息 美国怎么会跌呢 对不对 看到坏消息出来 美国又跌 礼拜二就把股票给卖了 是不是这样子 你在卖股票的时候 我反而在买股票 所以在市场上 为什么赢家总是少数人呢 因为多数人都受到 人性的影响 所以我常说 你不要再看新闻做股票了 因为那新闻 这么说吧 美股大涨 新闻记者总要找一些理由 来解释美股为什么会涨吧 所以他找了五个理由 美股真的是因为这个理由涨 还不一定呢 美股大跌他也要找理由来解释 美股为什么跌了六百点 对不对 所以你每次看的消息 很容易追高杀踢 因为情绪的影响 所以操作上 你一定要淡定一些 把心情放得平静一点 然后把纪律制定好 方法弄好 就像我们一样 在礼拜二轻轻松松的进场 不是很开心吗 对不对 所以你看礼拜三 我说礼拜三网上大世界化 我说这次领先反应 股市的拉会已经领先反应了 如果他真的偏鹰派 股市会利空不跌了 他都还没说话了 已经不跌了 所以他即使真的偏鹰派 因为市场上的预期就是这样 他就是会偏鹰派 可是股市已经跌 回来整理过又弹起来了 所以操作上真的 而且这一波 大概在两个礼拜前 我的大世界化就跟各位说了 主流在哪里 中小型的股票 建议会避开大型全资股 你看今天的大盘 虽然涨了还不错对不对 我们说礼拜二我们大买 真的反弹上来了对不对 可是你看加薪指数 离这里还很远 我记得之前不是跟各位说 每股都过这里了吗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六月初的高点 这一波六月初的高点 道雄涨到这里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 美股已经涨到这里以上 又回来回撤这里 可是你看我们OTC 是明显强很多 快来这里了 加薪指数还好远 有没有看到 OTC真的来了 你看OTC 如果各位你有注意看的话 他的五日均量 从我画圈圈这里开始 他的五日均量 就超过二十日均量 形成量能潮的多头排列 所以为什么当时跟各位说 主流在OTC 加薪指数冲上去一点点 这里又回来了 量能潮明显不足 量能潮比较充足在哪里 在OTC 在贵买市场 在中小型股票 对不对 我大概在一个多礼拜前 就在我们的节目 还有在我大世界话 跟各位分享 不是吗 所以我说 指数你真的放两边 到底会大涨还是大跌 真的不是很重要 因为 如果你买错股票 指数大涨 你的股票也不见得会涨 如果买对股票 即使股价指数在跌 你的股票继续涨 所以重点是选股 而不是看指数 指数只要我们知道 它没有崩盘的危机 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不是要准备大崩盘 那就没问题 你就找好股票来做多就对了 就那么简单 重点是 老师 那好股票做多 好股票在哪里 就是我们每天的 晚上的筹码表格 不是吗 对不对 来 礼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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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拜一我没买 是不是 这礼拜一 那我们说礼拜二要买股票 对不对 那我说 东哥有停 没有大涨 OK 上品大涨怎么办 都会涨停 那我说 如果没有美国下跌 我们怎么买到这里 上品 红棒了一半 那天晚上我还是跟 阿嬷一对一 你还记得吧 因为那天我软体就发了 这个口序 礼拜一 礼拜一我们软体就发这个 三角形突破 这个做多的股票 盘整形态突破 报大量 所以礼拜一的晚上 跟阿嬷一对一 我说这档股票 拉回来红棒一半去买 因为阿嬷说 老师这种股票 创新高了我敢追 我说你敢追 好 可是老师 那什么位置去买 我说你就挂红棒一半 等等看 等等看 那我们是看到红棒一半 拉起来有手 我们这里买 我们在这里买 311块 310块左右 有没有 当天就拉起来了 买到红棒一半 对不对 拉起来 隔天 哇 冲上去 来 什么时候买 记得 礼拜二买的 礼拜二公开 我们礼拜二买的 昨天 我买了311 来 各位看一下 盘中再创 破断应用382 差多少 差超过70块 70块 破利叙报 差超过70块 对不对 刚好70块 311买到382 刚好差71块 哪一天买的 哪一天 礼拜二 今天礼拜几 今天礼拜五 差70块不是一个月 4天 4天差70块 有没有看到 买到这里啦 4天啊 差70块 所以阿嬷你有没有撞到这次 今天晚上是不是跟你各位一对一 跟你一对一的 拉回来红棒一半就买就对了 你不是说 老师这种股票 对 创新高 你敢追 好 那记得 这种强势股 我最希望是什么 各位常听我的名言 我们找到好股票 最希望什么 最希望晚上美国看 可不可以跌三五百点 对不对 如果美国涨三五百点 我真的还很头痛 不晓得怎么买 因为美国涨三五百点的话 很容易怎么样 今天拉进去的大户呢 看到隔天涨半只 他容易 他会先卖 对不对 要是你 你可能会先调节一部分啊 昨天才买了 今天大早 我就先散一部分 所以这种情况 隔天 到底该追不追 是很难决定的 那如果今天大户进去了 我们也看到大户进去了 法人进去了 晚上美国众说 那太好了嘛 开低就早买点 不是吗 开高我还真的 有的时候很痛苦 到底该在会员追呢 还是不要追呢 追了当天涨五百 售盘跌五百 当天输十百 就对会员就很难交代了 明明跌五百可以买的 不是红棒一半跌五百吗 要买吗 可是在找盘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尾盘会跌五百 所以这种情况 是很难决策的 但是如果当 我们选到了股票 晚上美国重挫 那就 那决策起来就不太难了 因为好股票都跌了嘛 都跌了就 找机会买咯 对不对 所以你看那天东哥游艇也是啊 礼拜二冲上去了 对不对 可是这两天下来 老师这两天 要紧吗 很简单 没有平仓巨号 这里一排的呢 没有平仓巨号之前就续报 那是 那礼拜二呢 礼拜二我们系统找到什么 智晴不是没涨吗 还记得吧 大买没涨 其实智晴天天抽长上影线 这天 这是二十四号的找盘 二十三号那天法文大买是 开高走低报巨量 有没有 这是二十四号图 刚刚各位看到的表格是二十三号嘛 所以前一天晚上做功课我发现 开高走低法文大买哦 对不对 开高走低报大量黑K 这个高点会不会过呢 早盘还在平盘附近 开高来平盘 当天就涨停了 当天就涨停了 礼拜三啊 当天都涨停了 来 昨天开高走低 今天其实 来 十一六二 昨天又一个爆大量黑K 今天高点又过了 早盘盘中过了 有没有 那老师这支支支支支拉回来 我个人看法没变了 早买点 只是建议你不要追 今天早盘看到过高点去追 容易受伤 我们买股票 比较喜欢趁大跌的时候买 也许美国涨他也会开高走低啊 开高走低再买就好 再看 来 上品呢 又隔了一天 上品红宝 上品我们就有了嘛 红宝呢 前天啊 对不对 前天啊 礼拜三 来 昨天直接开高走高 反正大买对 我买了 买了多少% 买了8%了 买了8%了 好 昨天没有买到 来来来 今天尾盘其实杀下来了 我硬途都杀到这里 尾盘好像来到第二根的红磅一半 我也跟会员说 如果第二根啊 他连续两根 你这里本来要红磅一半去买嘛 隔天直接开高走高 老师啊 就没有红磅一半 隔天又涨停怎么办 在第二根 我们操作SOP也有 在第二根的红磅一半去买 今天有来哦 收盘也差不多哦 有没有 哎呦老师 收盘也差不多红磅一半哦 所以今天红磅一半我们这地方买哦 买进哦 因为昨天追不到啊 这里买 爆大量黑黑来 爆大量黑黑高点会不会过 如果90%以上几率会过的话 你拉过来不赶快找买点 这里红磅一半 每到啊直接又涨停 好来 那这第二根的红磅一半 我的操作SOP有特别提到 连续的嘛 连续两根 两天涨两根 三天涨两根停板 或者是三天内涨幅超过20%的股票 这个叫做标股 强势股 那强势股拉回找买点 所以今天的红磅 拉回来 红磅一半 第二根的红磅一半 我的看法没变 刚好平台这里刚突破 拉回来还找买点就对了 反而买爆 那如果 老师当记录 如果今天反而卖呢 看看今天的筹码 所以礼拜天 礼拜天晚上的大事计划 还是很重要 筹码表格 筹码表格 还是筹码表格 你看昨天做功课好了 好像第二名的都比较厉害 因为 重打涨停了嘛 很难追了嘛 对不对 好 第二名的 老师第二名也涨6%了 好我们来看看台半吧 昨天 外投本比第二名投信大买 其实他昨天 找盘充涨停 收盘收这里 所以昨天尾盘 我们也发在软体的抗讯上 你软体会员你昨天尾盘都买得到 因为他也没涨停 都买得到 好 那今天呢 我们一早 一开盘 开高拉回来 我们赶快买了 在这里 这里赶快去买 盘中 插一档工涨停 我们买了这里的 买了这里的 9点06分 盘中 插一档工涨停 做空课啊 老师你怎么选到台半的 还好昨天没涨停 所以表示 反正昨天套牢 昨天外资投信都套牢 那今天大家要不要资地救济 今天差一点现买现涨停 差一档 买在平盘附近 冲高上去 系统有没有讯号 有 昨天尾盘就发给我们软体的会员 这张股票 刚突破讯号 三小型出现转折 波段的讯号 所以重点 来来来 这里要不要买 就不要买啊 不是吗 为什么这里再买 这里会快啊 是不是 这里会快啊 因为讯号出来了 是不是买最低点啊 各位啊 买股票不是买最低点啊 因为买最低点 你等很久啊 可能等了三个月赚10% 但是买起上点呢 可能 一个月赚30% 你要三个月赚10% 还是一个月赚三成呢 老师 当然我希望一个月赚三成嘛 对不对 好 那一个月赚三成 你要找方法呀 你要找方法 那这两天 应该不是这两天嘛 应该算是这段期间好了 大概两个 快两个礼拜了吧 升级股一直是 盘面上最热门的族群 当然今天还多了一个族群 今天还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一个解封概念股 那怎么看呢 这些升级股怎么看呢 来 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 不过来 你要先锁定这个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 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边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边是Lite8的QR Code 赶快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怎么看到大事业化 很简单 加入筹码大事的Lite8 然后点击手机右上角的记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 我的Po的K线图 我的大事业化 还有最近 非常神奇的筹码表格 对不对 还有我们每天的节目 那刚刚跟各位说到了 升级股这一波 我们大概从上个礼拜吧 上个礼拜就在 我们的筹码谁最大的单元 几乎都有介绍 我上礼拜五 这个礼拜一 礼拜三 因为我们是每个礼拜 一三五嘛 对不对 每个礼拜一三五的晚上六点 筹码谁最大 时间很短 只有五分钟 帮各位找到 大户青睐的筹码强势股 所以市场上最热门的族群 最热门的标的 到底怎么看 用排序的方法 对不对 我们用排序的方法 用什么方法 用这个 用多空线和多空差来排次序 这是各股的总评分 各股进步的分数 对不对 你就知道 全市场最强势的族群和类股在哪里了 所以今天一样 今天一定还是有升级股 升级股最强的是哪几档 还有什么 今天的解封概念股 对不对 可能九月底要开始 国美要解了 对 要解封 今天的解封概念股 噼里啪啦好强 那解封概念股 要怎么看 筹码谁最大 今天晚上六点就锁定 那其实筹码谁最大 一路以来介绍了 好多好多标股 北极星 是不是 对不对 金星科 从这里介绍的 而且也发了 我们软体勾讯 发到这里 也涨爆 今天这个爆大栏 黑高点会不会过 还是有机会过 老是常上引线 多少次的爆大量黑K都过高了 是不是 都在节目里印证 我们礼拜二买来大众控也是 礼拜 这是礼拜三 礼拜买来这里 对 大众控还是持续双新高 昨天不是爆大量黑K吗 有没有 今天高点是不是又过了 有没有 他昨天又爆大量黑K 老师 高点又过了 那所以 哇 标股真的好多啊 你跟上了没有啊 永鑫啊 你跟上了没有 有没有 从这里 这里在这里 永鑫今天又创新高了 看到没有 那个信号是在这里 看起来很高对不对 老师这么高怎么买 知道后来还有这么高的话 这里才多少钱 一百块 加英多少 快一百三 一百二几 快一百三了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不要看到高 以为他就高了 老师现在很高 右上角了 未来还有更高就是对了 底部的股票 我们也很厉害啊 统芯啊 是不是 爆大量黑K过高 爆大量黑K再过高 三个爆大量黑K 他都过高了 还要我说什么呢 还要说什么 是不是 这里就分享了呢 就要成为赢家 你一定要有方法 这么多的标股 老师怎么跟上啊 很简单啊 系统带回去啊 节目准时收看啊 对不对 如果各位 你没办法准时 两点收看节目的话呢 很简单 而且当然你一定要做 包括你要看手码 谁最大 你得订阅啊 订阅筹码大师 YouTube官方频道 最新的市场资讯 让各位战无不胜 记得看节目的时候 按赞订阅点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先进广告 下节目回来 欢迎再回到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礼拜一晚上 前一天晚上 道琼跌了600点 所以这种 立项思考的观念 你真的一定要学起来 因为这个是 30年的操盘经验 不要每次看到 美国大跌 紧张的半死 美国大涨 又很想去买股票 你这样真的很难赢啊 你要跟我们一样 轻轻松松 很淡定的 认真的 透过系统 好好的找股票 然后定出你的策略 你看 礼拜一 礼拜二 对不对 礼拜一出现情况 礼拜二 8月23 我们买了什么 这支啊 叠半支去买 对不对 说到做到 晚上跟阿嬷一对一 我说你隔天 一半去买啊 我们待会买在这里 一半在这里 红棒的一半在这里 我们待会买在这里 310 311 到今天 382 上品盘中 382 我们获利70块 超过70块 非常恭喜 几天啊 从礼拜二 到今天礼拜五 不是一个月70块 四天70块 所以 如果你要跟阿嬷一样 真的啦 阿嬷70几岁了呢 对不对 你不要等到很厉害才开始 但是你要开始的 才会很厉害 跟阿嬷一样 70几岁了 他都决定去面对他的投资 要找好的方法 跟我们同步 赢家的操作 不是去买最低点 我们是买在转折点 转强点 来 这是我的操作理念 效力操作了 因为我认为资金有时间价值和机会成本 买在起上点操作才会更有效率 各位你看到了 是不是起上点真的很漂亮 很简单 全市场最强的标股都在我们掌握当中 所以你不是不努力 你只是插一个好的操盘工具 很简单 跟着我们的大师决策信号 你真的可以很轻松 来 这张股票 营收创历史新高 股价只有历史新高一半的股票 还在等你 看到了没有 左边没人 就等你了 来 赶快跟上 可以看盘的投资人 专业投资人 你就把致富赢家操盘系统带回去 就像我在你身边 帮你千挑万熟 那如果是上班族退休族 你不能盯盘的 盘中及时讯息带到 好股票出现好买点 第一时间带各位进场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致富专线 成为致富赢家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